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扯扯,扯扯洗包子 包子据说中风的病又加重了 就不应该出去,出去干嘛呢? 这个国家这么大,党的事业这么重要 你不知道自己心里有点数吗? 不知道自己爱惜自己的身体吗? 结果非得要出去生病了 现在中风的病症没有好转 而且越来越严重 已经不论说话了 已经不论够拿笔签字了 不论说话就麻烦了 你总的说话呀 不说话这么大个国家怎么治你呢? 你不论签字 你治大国怎么见大兵呢? 怎么翻来覆去呢? 这个很麻烦 所以最近这两天有很多不大一样的消息 不大一样的消息 首先第一个是日本的事情 你会发现有没有一个情况 就是官方在放消息 说中日关系要修好 要叫停所谓的反日本海鲜的运动 但是很多个五毛的机构 还在继续煽动中日仇恨 这个事越搞越大了 而且呢 日本这边已经开始有 日本的老百姓站起来 要跟中国要绝交了 有点意思啊 这个东西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都是包子力躺在冰床上 他不能说话 所以呢 很多个包子力的嫡系部队 比如他的五毛战队 比如他的海外的大外宣 没有及时的接到指示 还在继续煽动仇恨 还在继续仇日 所以这个事情呢 是越搞越大 这个日本的事情呢 其实还不算最明显的 怎么一个让人看不懂的一个事情啊 关键是这个中美关系啊 最近的事儿特别多 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文章 写的特别的让人觉得真是 上下一起感动 让中美关系的力量源泉 永动不息 这个不是包子力的话 包子力真是 他最想跟 美国人就是决孽 是不是 最好是美国人跪下来求他 完了以后 他呢 跟这个俄罗斯呢 搞一块 跟普京搞一块 完了以后 重建所谓的 一个什么反美联盟 这是他最想搞的事情 你想想 他就毛泽东那个智慧 毛泽东当年 为什么要发明一个第三世纪的 这么一个所谓的政治概念 哪有什么第一世界 第二世纪第三世纪都是毛泽东瞎琢磨 牛邦政客 他都是都是这么玩的啊 我们一定要长点这个见识 有的时候呢 看不懂的时候 你听有些个新词出来以后 你就很麻烦 比如说最近这个欧美社会啊 他为什么要搞这个种族冲突呢 黑命贵 他搞黑命贵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话题啊 不再是理性的啊 而是呢以皮肤颜色 比如像我们这些个这个华人在美国 是吧 你这个皮肤呢 也跟我一样呢 也不是那么的白 是不是 但是呢都被这个什么 西方的白皮肤的人呢 西方的那些个政治 正确的那些个政客啊 都嘲笑 说你的皮肤太白了 你不正确 是不是 为什么他要搞这个事情呢 就种族冲突 他煽动种族冲突 还有一个冲突就是煽动性别冲突 为什么要搞这个70多种性别呢 为什么男的要变女的 女的要变男的呢 他是性别冲突 这个世界啊 他一有冲突 这个流氓政客就有机可乘 毛泽东的智慧嘛 天下一定要大乱嘛 为什么 这个中共的一部历史 就是一部不断上演的搞运动的历史 是不是 所以后来邓小平上来以后就说 我们不要再搞运动了啊 以后不要搞运动了 搞运动最大的好处啊 是这个流氓政客啊 他有可乘之机 他能忽悠 这个俄罗斯跟习猫子 普京跟习猫子 他也是一样的思路 他一定要要搞点事 是吧 就是拉帮结派 要形成一个敌对的这么一个阵营 然后与美国叫板 所以这是细胞子的大阵方针 俄罗斯与中国联盟 是吧 那美国这边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看美国这边的那些个政客啊 不断的在说这个话 说什么 中俄联盟啊 是当今世界人内社会最大的威胁 超过的一战超过的二战 中国联盟起来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吗 我表示怀疑 所以美国的那些个流氓政客 他也希望啊 有这么一个敌对势力 然后跟他掐 所以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复杂的多 包括这个乌克兰的事情也是这样子的 乌克兰这个地方你想想最终打仗起来 可怜的就是乌克兰这么一个国家 他这个小国家是不是啊 完了以后可怜的就是这个国家的那些老百姓 正常情况的话 你应该要组和平的路线 尽量不要避免冲突 但是因为冲突的话 流氓政客他哪有机会呢 那捐火商哪有机会呢 包括我们这个自由的美丽的台湾也是这样的 你会发现两边都拱火 是不是 两边都拱火 希望有战时起来 这时候各种流氓DPC有机会了 就转移他们的视线了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啊 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说一些古老的格言 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它是魔鬼掌权 你听懂了 你听不懂 我也听不懂 我告诉你 我长期以来听不懂 我跟大家说过的啊 这个世界是一个文明的冲突 不是文明的合作 但是我们这些个臭知识分子呢 就是上来就是合作 你看马克思怎么讲的呀 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是不是 联合是什么意思 就是合作 你说联合国是什么意思啊 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 建立一个人类天堂 联合国出来这么多年了 你说他这个世界变好了吗 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话题嘛 联合国出来以后 人类社会死人是最多的 一战二战加起来也就不到2000万人 但是联合国成立以后 这些年至少死了两亿人我跟你说 而且还在没有大规模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 死了差不多两亿人 光一个柬埔寨这么个小国家 就死了好几百万人 你以为呢 中国至少死了一亿人 你说是不是 所以牛蒙地痞 他特别喜欢讲联合 知识分子特别喜欢想合作 但是这个世界的这基本面是冲突 文明的冲突 是吧 国要攻打国 民要攻打民 你听得懂吧 所以我说过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假不假是当知识分子 假不假是读书 跟着中国的那帮 那帮左的不能再左的 那帮臭知识分子 那帮二百五在读书 读亨廷队的书根本就读不进去 什么叫文明的冲突啊 读不进去 就喜欢这个福山的东西 觉得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最后之人 是自由人 是权力人 就这些个话 其实我们都是被骗的 真实的世界局面就是有人不断的制造冲突 所以你会发现你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的话 你再回头一看啊 你会发现习宝子是特别希望跟美国撕的 就是拿捏一个火候 我要跟你撕 我要赚你的钱 我呢又要掀起一些局部的战争 我呢又可以通过这样的战争转移实现 那政治家就可以永远就就躺在 躺在这个这个玫瑰花里面就笑呵呵是吧 都这样呀 从美国到俄罗斯到中国都这样 所以我们这些年呢 老以为美国的政客很好 中国的政客很难 或者有的是五毛说 我们中国的政客很好 为人民服务 美国的政客很难 都难我跟你说 所以你看到不一样的情况里 就觉得中国肯定出事了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新华社的文章 让中美关系的力量源泉永东不息 那几个意思呢 很多人以为说也已经看花了啊 发现是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怎么不像过去要是悬崖勒马的呢 怎么又不是搬去石头打自己的脚的呢 这些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话 都是包子里在做报告的时候 是不是说出来的 怎么不是什么惹翻了我们中国人民 是没有好下场地 是不是 但怎么回事呢 怎么突然要开始搞中美关系呢 是不是 哎呀 其实你用正常的话讲的话 早就应该搞好中美关系 就不应该走到今天 就应该在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就应该把中美关系的贸易规则把它搞定 现在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了 也没有所谓的武汉病毒 你看这个武汉病毒这个事情就是 你不要以为武汉病毒是细胞子一个人搞起来的 是中美的流氓政客联合起来 制造的一场人类的灾难 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明白 所有的利益集团 就是借这个灾难 然后发 我们国际叫发国难财 现在叫发人类死难财 我跟你讲 这才是社会的真相 这才是人类社会的真相 一定要明白 所以我们的国际都不明白的 我现在才慢慢慢慢有点明白 所以呢 今天呢 当然是也跟大家扯八卦 说习包子生病了 都不能说话了 包子中风的病症这个加重了 所以呢 改开派呢 还有美国的华尔街那帮人呢 就开始又继续鼓早他们的声音 说要中美修好 要继续发财 说这个红二代呢 鼓励包子 虽然生病了 但是呢 一定要参加这个基尔年的峰会 说这个拜登呢 也释放消息了啊 说希望习近平呢 参加第二年峰会 都是背后有人操作的啊 有一个巨大的势力 在忽悠习近平 是不是 你到底是跟美国合作呢 你还是跟这个俄罗斯合作呢 这个红二代最坏了啊 希望包子的带病出访印度 完了以后最好死在飞机上面 完了以后中国又继续回到改开了 回到改开这个事情 符合中美政客的最大的利益 这是肯定的啊 当然我们说话说实话 包子的呢 他是不想回去 但是你架不住你身体不好啊 你身体不好 你不就扯淡了吗 是不是 所以最近中国出现了一些个很奇怪的事情啊 然后就是有点失心疯 有点这个让人看不到编辑 然后最好的解释 就是我目前听北京的兄弟们说的 就是包子的生病了 病情加重 都不能说话了 不能签字了 这个时候呢 改开派啊 经济派 你要知道今天中国的高层真正干活的经济 财政部啊 什么发改委啊 就这些那些系列啊 其实他们都想搞经济的 就是习包子一个人不不愿意搞经济 包括国务院李强都要搞经济 都想搞经济 所以习包子如果一生病 他们就把经济方面的策略就搞得多一点 这个解释是通的吧 谢谢